男警察不仅人帅还胸大腰好 因此被上司要求为局里新制服拍宣传照 穿上制服的他果真引人垂涎三尺 就连一旁的上司都忍不住打去 然而制服的布料太过粗糙 身体敏感的他被磨得很是难受 尤其是胸前凸起的两个小痘 一心只想着赶紧结束拍摄就好 随着相机咔嚓一声 江夏也进入了拍摄状态 不得不说身材是真的好 正当大家拍得起劲时 却突发了紧急状况 他们得立马去执行任务 江夏本想着换身衣服再去 可同事们却根本不给他机会 任务执行完后他也累得像条狗 没想到大白天的就会接到处理最汉的业务 全身都被汉尽失了不说 粗糙的制服还把他折磨得够强 所以一回到局里 江夏就迫不及待跑进了厕所 他赶紧解开衣服释放 被折磨了一天的两个小痘 接下来就是安虎身下的大喇叫 谁知过于快乐还差点叫出声 一阵狂风暴雨后 江夏赶紧整理好一态 临走前还不忘清理站长 当清理到一半门外却传来敲门声 江夏以为自己偷吃的事情被发现了 结果却是韩警长来告诉他上次找他有事 心虚的江夏只能谎称自己带上大号 听到韩警长一句话 江夏这才浑身瘫软坐在地上大口喘气 还好没被发现 等江夏出去后 大家都觉得他有些不对劲 可又说不上是哪里不对 于是便提议明天再继续拍照 江夏内心自然很是拒绝 然而第二天江夏拍照就显得自然多了 各种姿势动作都不在话下 很快就顺利结束了拍摄 江夏之所以这么自然 原来是偷偷准备了秘密武器 避免刺激的乳贴 当他得意的准备撕下秘密武器时 却疼得他眼泪都快掉下来 明明买的是无痛的 正在这时 韩警长却突然来到他身后 吓得江夏赶紧捂住胸口 韩警长上前伸出手 你怎么流了这么多寒 是哪里不舒服吗 还不等江夏反应 韩警长直接粗暴地拉开他衣服 江夏赶紧解释 都是制服太粗糙了 所以才这样做 韩警长表示理解他的痛苦 毕竟昨天就已经看出了 他的不对劲 所以要我帮忙吗 还不等江夏回答 韩警长就一把捂住 他的嘴用了一丝 男警察江夏不仅人帅 还身材好 因此被局里要求 为新制服拍宣传场 谁料新制服太过粗糙 不仅磨得他浑身很难受 尤其是胸前的两个小豆 第二天他为自己准备了 结果拍摄完准备撕下来的时候 却被韩警长发现了 韩警长不仅贴心帮他撕了下来 还帮忙解决了大辣椒的问题 就在江夏准备撕乳贴的时候 韩警长却不知不觉地来到了身后 他又羞又尴尬地赶紧拉着衣服桌子 韩警长却不不停 还伸手为他擦着汗水道 是哪里不舒服 江夏支支吾吾的不知该如何说 结果韩警长却猛地一下拉开他衣服 江夏当即被吓了一层 随后仗红了脸慌张解释 说是因为新制服样子太粗糙 所以他才贴的这个 韩警长却勾起嘴角 撕下来很痛 江夏红着脸顶脸 接着韩警长便有意无意地用手戳着那贴贴 然后凑近他笛声说的 需要我帮你 江夏被修得通了通口水 结果还不得他 韩警长却一把捂住他的嘴 然后手上一个用力 瞬间江夏疼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韩警长得意地拿起一片戏谑道 小声点 被人听到会误会的 结果话音刚落 外面果真来了 听说用热水浸湿就可以很快去掉 韩警长当即戏谑一笑 用热水浸湿 说着他低头把嘴凑了上去 是这样吗 上集说到韩警长听江夏说 回家用热水就可以去掉乳贴时 他戏谑一笑 然后便低头把嘴贴了上去 瞬间江夏浑身一抖 贴贴便这样被撕了下 江夏也浑身无力地瘫软 在韩警长身上 韩警长在他耳边小声提醒道 须 被忍住声音 小心外面人听到 转过去 听到这话 江夏咽了咽口水 然后就乖乖地背过声道 这 这样吗 见江夏如此伤到 韩警长有些惊喜 很快 玩试了得韩警长力锁地扣着鼻带 结果口袋里的笔记本却掉了 等他鬼鬼祟祟地出去后 江夏还呆坐在地上 没什么活劲的 真是太刺激了 但现在不是发呆的时候 得赶紧整理一下出去 正在这时 他却发现了地上的笔记本 他捡起一看一过道 是韩警长的吗 没一会儿 回到工位上的 他一边给自己抹掉 一边赶看着 好累 全身还酥酥瓦瓦瓦 韩警长去哪 给把手册还找 结果刚想完 身后就突然出现个人 回头一看原来是部长 正好 江夏便把笔记本给了 他让帮忙给韩警长 部长无意地随便翻看了几页 却眉头紧锁 接着他严肃地拍了拍江夏吧 江夏 看来我要重新认识你 有勇气 我一定会让你得到肯张 结果江夏听到这话去慌了 难道是自己跟韩警长的事被发现了 就在他想问起这个时候 部长去着鸡芒芳的走 不过在几年后 江夏也明白了到底是什么事 原来在韩警长的试课 记录了他在各个娱乐场所 陆台的明星 所以韩警长因为 收受贿赂的嫌疑被革止 而江夏也因为内部告发的这份攻击 直到被肯张都没有察觉到 不仅如此 江夏这个名字连上级都已经知识 发传单遇到嫌疑犯 本想将其抓住 没成想反被抓 这天 要下班的江夏被部长 塞了一大碟通缉犯传单 让其一路贴回去 就在他贴完准备回家时 他突然脚步一顿 回头看着刚刚擦肩而过的人 他莫名觉得有些脸熟 瞬间 他猛地想起 这人不正是那单子上的通缉犯吗 于是他开始在身上翻找手机 结果却从口袋里摸出一副手号 正在这时 那人却走了 无奈 江夏只好跟着上去 可跟着跟着 江夏就开始犯困前了 就在他打个哈欺的功夫 前面的人却不见了踪影 他赶紧左右看看 很快他便锁定了方向 接着就赶紧跟了上去 结果却被人用东西抵在了腰部 江夏吓得动都不敢动 他将手举了起来 因为他很清楚 腰部抵着的是什么 接着那人抓着他衣服 或是他往前走 走到屁井处 他一把拉下江夏的衣服 呵 果然是警察 小看贪污犯 竟敢自己一个人跟上来 一听这话 江夏这才想起来 这人是四个月前 持枪逃跑的警局李警官 很快 李警官将他带到了他的藏身处 在他身上一番搜查后 他让江夏把衣服给脱了 江夏一边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一边想着办法 突然 接着都飞奔上前准备去抢 可最后李警官还是被江夏点 制服了 江夏将他死死按住 然后开始在他身上搜查 结果在摸他裤子口袋时 江夏却疑惑 因为他摸到了一个很粗的东西 难道是心形三结棍吗 可为什么开始变烫 于是江夏质问 你在这里疼了什么 李警官羞愤的好棒 你他妈是明知顾问吗 那是我的辣椒 别碰 一时没反应过来的江夏还疑惑 什么辣椒这么大 结果很快反应过来的 他刚大的都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于是他一边倒着欠 一边想把手伸出来 没成想手却卡在了口袋 李警官找准了时机 趁他不注意一个翻身 将江夏给烤在了床栏上 江夏没成想意识大意被压住 想把手拿出来 李警官却一个机灵 操 别动了 怎么还有你这种变态 本是想抓嫌疑犯 结果不仅反被抓 还被喂了大辣椒 就在李警官感叹着 怎么还有这种变态时 江夏一边倒着欠 一边才意识到 他摸到的不是星星三节棍 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凶器 正在这时 李警官盯着江夏咽了咽口水 现在我很难受 江夏寻警 你得负责吧 把衬衣脱了 听到这话 江夏便乖乖解开衣扣 李警官咧嘴一下 果然 你刚才是故意的吧 那样揉别人的辣椒 江夏尴尬地羞红着脸解释 不是那样的 刚刚真的是失误 李警官却扑通一声孝顺 看来我真的抓住了一个很有趣的家伙 那我就看看你有多变态吧 很快 经过一番拔萝卜后 江夏终于找准时机抢过了枪 接着他一头撞向了李警官 李警官就这样晕倒在了地上 见此 江夏欢呼一声 接着他坐起身 他先是左右看了看 得先在犯人醒来之前做点什么 可回头看了看手铐有些犯男 想着 他不管了 然后便用力地拖着床粉 看着躺在地上的人 首先 他得把枪先收走 把枪揣好后 他又左右看看 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他绑起来 对了 腰带 绑好后用犯人的手机打了支援电话 忽然 他猛地响起 得在支援队来之前把痕迹都清理干净 毕竟可不能让前后辈们知道他们滚床单的事 重点是他竟然那么有感觉 就在他通红着脸清理时 地上的李警官 静缓缓醒了过来 惊醒后的他准备往外逃 可他却忽略了那没提上去的裤子 一个脚滑又摔了下去 很快 支援队就来了 江夏手上的靠子也解开了 正在这时 前辈却突然凑定江夏闻了起来 这是什么味道 江夏你喷香什么吗 江夏满了一惊 难道是那个油的味道 就在他准备找借口时 顾掌来了 他上前捏着江夏的脸 你这鞋子 真不愧是我养大的人 真不错 做得好 再又一次立功后 江夏又又被人盯上了 这次更炸裂了 居然要用他身体藏子弹 不久后 江夏和同事们来到射击场训练 随着砰砰起声 江夏帅气的射中把心 这瞬间引起了一旁的小黑皮注意 哇呀 谁的射击这么厉害 旁边那人道 你不知道吗 最近特别有 解决了重大贪污案的地区 对江夏巡警 看着江夏那笑叶如花的样子 小黑皮瞬间探单了 而另一边的厕所里 马桶盖上有个一袋子弹 抱着的子弹的男人 正请绷得神经 很快 中场休息的时候 江夏贴心地为前辈们泡好的咖啡 这瞬间得到了众人的夸解 可这却引起了一旁引擎的不满 小小年纪就开始拍马屁 想着 他又偷瞄了不远的把 江夏的权中红星 再看看自己的 他当即对着江夏的 喂 江夏 你什么情况 是偷偷在哪里练习射击吗 就连不准都有点看不惯 引擎掌又在针对江夏 原来引擎掌很是不服江夏 平停立功将要升职的事 所以总是盯着他 想抓他的把米 很快 训练结束了 就在大家准备回家时 江夏这才发现自己的外套落在里面 于是他又折法回去拿 当他来到楼梯上时 小黑皮也正打着电话往下 谁料他一下来走 竟直接把江夏给扑倒在了地上 一件事江夏 小黑皮赶紧慌张道歉 江夏起身白白爽没事 小黑皮却还在不停 鞠躬 看着江夏礼貌笑着离开后 小黑皮傻门在原地半天没跑过 这是天使 接着江夏来到路 看着工作人员对着他搜查 江夏很是不紧那个 只是进去那个东西也搜身吗 当然 这可是装有实弹的地方 很快 江夏就找到了自己的外套 正准备离开时 身后的厕所门却悄悄打开 接着一颗子弹就滚到了他脚边 他疑惑地蹲下正准备捡起 头却猛地遭了一击 等他再次醒来时 身体却被绑在了椅子上 眼睛也被蒙上了部 这时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江夏寻解 还真是和残文一样 要是能晚点醒就好 是啊 为什么要重新回来 这个时间点应该一个人都没有猜对 听到这话 江夏也瞬间明白 看来自己还在射击场内 而且这个人很有可能也是警察 想着 江夏立马道 前辈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 但可以不要这样 我会尽可能帮助你 我们聊聊 男子戏谑一笑 也是 所以才可以一次性把两个警察送进去 但是三次应该是不可能吗 接着他走到江夏身旁 然后伸出手 江夏浑身一个机灵 是皮肤的触感 这时他才震惊 他现在竟然没穿裤子 江夏惊慌道 你想干什么 为什么脱我裤子 男子拿出一颗子弹 还能干嘛 藏石弹 藏到江夏巡警的身体 好家伙 又来给江夏巡警送叶警 居然想用他的身体藏子弹 就在歹头拿着子弹 说要藏到江夏巡警的身体里时 江夏一脸的不可置信 什么 你要放到哪里 你要放什么进来 我是不是听错 歹头一脸的坏笑 你没听错 要想出去的话得通过自己 你不是说会帮助我吗 说着他就拉过一袋子弹 我本也想安静地解决 但是你为什么这个时间点又重新回来 吓得我把弄一半的子弹都掉了 所以我是去自首 还是 出面作证是江夏巡警的开的枪 我会把你带到门口 所以还是期待我们可以顺利通过 不会被抓到了 你知道只要你开口 你就会被荡成将子弹 藏在身体里的罪犯抓起来 听到这话 江夏吓得冷汗都出来 先将前辈们送出 然后回来藏子弹 那岂不是很有可能会被人这样团 想着他攥局一拳 就算我说自己是被逼的 只要这个家伙耍赖说我是共犯 我就肯定会被牵连 这下子弹 正在这时 歹徒拿出平游发拉道 好 搞定了 来看看江夏巡警多有弹性的 江夏被吓得大喊等等 歹徒却应笑着让他放松 接着他又认真塞了钱 很好 放轻松 你很有藏货的天赋 子弹好像很适合藏在这里 怎么办 突然 他却被眼前的某屋给吓了一条 而江夏也难受地叫出了声 歹徒的表情也变了 怎么样 该死 给快点藏好出去 可这家伙的体型也太大了 好 真是的 本来是想把这个放完就走 就一小货 应该没事吧 而被蒙着眼的江夏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 又拿出去了 突然啪的一声 接着江夏眼上的布也松起开 他缓缓睁开眼 而正准备拔萝卜的歹徒 却被吓了一条 他低声骂了一句 正准备继续的时候 江夏便找准 实际猛踹了他一条 随着哐当当一声 歹徒就倒地不醒了 江夏这才缓缓解开身上的绳子 接着捡起铺子穿上 他左右看了他 才发现这是值班式的地方 他一边穿着外套 一边想 得先整理一下周围 然后再报警 结果看到地上的那东西 时 他脸色通合 把子弹拿出来 袋子留着之后再扔吧 没过多久 警察便拟答处理了案件 江夏忘记了经历的那些事 心情也立马开心了起来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这次的检举 将特别升职的日期提前来 在江夏又一次立功后 他成功升职成警长 就在大家都在向他贺喜时 有些自卑男人的极度 心也不容小觑 特别引警长 这种缺少阳刚之气的男 要是他的辣椒 可以长五零零 那就不会变成 就因为后背的 特别升职而扭曲的日子 很快 江夏就下班回家了 引警长却悄悄跟在他身后 他左右看了看 确认周围没人后 他这才出声喊住了江夏 拜托你一件事 因为你正好顺利 说着他就递上一包东西 这里写了地址 把这个送过去 再把那边的东西 拿回来就可以 江夏一拍 这分明和他家就是反方向了 还不等江夏说什么 引警长就直接转身走 无奈 江夏只好将东西送过去 随着他的一阵暗铃 男人排头听了听门铃声 而门外的江夏 在三拿起包裹上的地址 看了起来 是这里没错 又按了按门铃无果后 他转身准备离开了 正在这时 身后却传来开门时 只见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 透过门风问道 什么事 江夏将手上的东西递了上去 我是来送这个的 男子打开门让他进去 江夏却偷描了一声他的声 然后拒绝道 我在这里拿了就来 结果男人却执意 要让他进门去哪 无奈 江夏只好跟着他进门 刚一进门 江夏就闻到了 很奇怪的味道 像烟 但更像草莓烧着的味道 随即他又看向桌上的电影 结果男子却趴得一下 比较上来 男子让他别耍花招 先坐下等会儿 接着就听男子 在给谁通的电话 而越坐越久 江夏看了看桌上的东西 却开始察觉不对劲 这怎么感觉 像是在做什么危险的交易 很快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接着就见一个 西装男朋友 他身后还跟着个小弟 这次江夏又会如何脱险呢 本是好心帮忙送东西 没成想去被三人喂了大辣椒 就在江夏察觉不对劲事 这时又来了两名男子 一个西装男 一个阿迪男 西装男一进门就问道 你跟别人说了 我们今天要来吗 眼镜男回答没有 随即他将外套脱下 拿出一盒烟抽了起来 江夏在一旁越看越疑惑 引警长总会和这种人有名气 这时西装男也发现了他 他走到江夏身旁 拿起那包东西 他打开一看 顿时就忍不住口体跟方 这才猛的响起 是违禁草的胃 西装男却拿着那张纸做饶 H地区对上半季度通缉犯名单 名字 职业 罪名 甚至连电话号码全部都有 一旁的阿迪男道 这种东西这样随便传越真的没事 西装男却趴的一下将纸扔在桌上 你是让我把这个卖了换钱吗 还是说想给我介绍新工作 你当这是什么地方 你现在是为了违京药物 把那东西偷出来给我吗 而江夏现在也明白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尹警长是想把他推入陷阱中 因为个人信息的泄露可能会造成两次犯罪 想着他觉得现在应该先安全离开再对吧 于是道 对不起 我好像不小心拿错了 下次再来 说完他就准备离开 结果西装男却叫住了他 是警察吧 抓住他 结果还没等江夏反了 他就被两个人抓住了 西装男蹲在他面前拿出一把刀威胁他到 在我还好说话之后 老是说出自己的身份比较好 接着西装男拉下自己的脸带 将江夏给绑了紧 这时他才拉开他的衣服一看 果然是警察 然后他吩咐阿迪男出去查看 还有没有人跟他 他开始在江夏身上搜查 结果江夏却浑身一距离 瞬间就脸疯起来 见衣服里没搜到什么 西装男又开始搜褲子 结果江夏却一个没远助教出了事 这下给两人都抓了 西装男扑刺一声笑着起 这个交换还真有趣 看着名牌叫江夏事 江夏却羞弓着连解释 他这是在玩角色扮演 并不是什么警察 然而西装男却并不是 想让我相信你说的 那就得确认 你是不是真的来买东西 说着他就伸手扶上去 然后一屁股坐进去 他一手拿着烟抽的衣 一手捏住江夏 在江夏一脸猛逼的时候 他竟然 三人一起拔萝卜是什么体验 反应我是看呆了眼 还是寒慢懂我 西装男的一个脖 不仅让江夏省了眼 就连一旁抓着他的眼睛 男也惊呆了 飞机看着江夏的好 西装男找有兴趣的 摸着自己下巴 如果是客人 那反应应该不会这么生疏 不是吗 结果江夏却开始 意识模糊起来 他开始挣扎 不写 在意识完全模糊之前 他得想办法摆脱这种情况 然而他怎么弃反应 怎么可以这样 他大喊着让西装男注视 西装男却凑进他低声道 如果真的是客人 对产品应该不会有反应太多 是不够吗 说着 他又猛吸了眼 然后将烟蒂给眼睛男后 他又再次喂给了江夏 江夏一边想着不可以这样 一边却好有感觉 喂完后 他兴致越来越高涨 他又拿出刀挑向江夏的衣服 随着哗啦一声 江夏便这样坦语相待 西装男没给他感应的机会 便满了一把 帮过他的头道 味道应该不错 那你就吃完吧 完事后 西装男又接过烟抽了一口 然后对着江夏涂了起来 看着江夏那个样子 西装男皱了皱了眉头 这也不太正常吧 你他妈到底是干什么的人 江夏无奈的都快哭了 我真的是客人 西装男却哭呲一声笑语 哭了 趴下 所以最终又成了这种情况 江夏无奈想 他摆脱这 他一定要检举引擎找这些人 结果西装却趴得一下按下他的头 一旁的眼镜男却很瘟 是抽那东西抽风了吗 什么都随便点来玩 就在西装男主被换个玩法时 出去查看情况的阿迪男却哭 瞧见眼前的这一幕 阿迪男瞬间不乐意 什么呀 把我赶出去 结果你们自己在里面玩 看着一旁躺着的江夏 阿迪男是越看越亮 随即他将烟点暗命 接下来轮到我 四人行 必有三人要遭殃 西装男到 接下来轮到我了 谁料西装男却躺一道 我还没结束呢 阿迪男抬眼瞪着他 西装男勾了勾嘴角 然后凑近江夏抬起他的头 直接右搬上去 看着在眼前运动的两人 阿迪男是越来越难受 接着他造红着脸骂了一句 好 直接一起吧 然后他便不顾一切凑了上去 西装男怒闹 你这家伙干嘛呢 阿迪男认真到 好东西就要分享 西装男已经说不出话了 看着眼前的阿迪男 他越看越上了 然后他便越过了江夏 直接不而上去 这让一旁的眼镜男 却看了一出大喜 没一会儿 往过来的阿迪男 晕乎乎的道 太有感觉了 眼镜在一旁直呼666 西装男却怒了 他这是被人耍的呀 他大骂着 你这狗仔 接着便一脚踹了上去 随着哐当当一手 阿迪男便躺在了地上 他支起身子不明所以地问道 喂 为什么打我呀 谁料西装男恼火到 是因为你太诱人了 什么呀 你现在是疯了吗 眼见西装男又要动手 眼镜男赶紧劝着 冷静点 你是第一天看到他那个样子 西装男更气 放开 我今天要杀了那个家伙 见他还不放手 西装男直接给了他一管 于是眼镜男便第一个倒了下去 见没人顾着自己 江夏开始解着手放的 林黛 这时的西装男已经揪住了阿迪男的衣领 随着框框的传下去 阿迪男瞬间就鼻青脸皱 就在西装男一个劲耍帅的时候 突然一个损 他便毫无还手之力地倒了下去 没一会儿 三人便整整齐齐地坐成了一台 然后江夏便拿着眼睛 男的手机拨打了救援电话 然而当江夏报了地址后 电话里的部长却愣住 因为他们现在就在江夏报的地址这 一旁的影警长却感觉有些不明 正在这时 鼻青脸肿的阿迪男却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扯过 你说的是前面那栋楼 这里是一百云云洞 这时江夏太盘过了 整半天原来是他找错了地点 新任上职的第一天去抓犯人 结果就因为身体太重而卡在了墙上 好不容易来了个帮手 结果没想到却是想和他拔萝卜 在部长他们帮忙抓获三人后的几天 大家这才通过新闻知道 三人中的老大是警察厅长的儿子 所以厅长最后也落个下职的结局 一周后 江夏来到了新厅长的办公室 厅长意味深长地嘱咐着江夏 要继续发挥自己的特长好好工作 第二天 H警察局 江夏第一天任职 他恭敬地聚了一宫 大家好 我是今天开始被调到这里的江夏 请多关照 然而大家对他的态度却很冷淡 毕竟他有着一个警察杀手的外号 谁都害怕死了和他工作 然而有艺人却不一样 那就是之前在射击场见过的黑皮 黑皮看见江夏很是高兴 本想打个招呼的 但看着现在的氛围还是决定以后再说 很快 江夏就被派出去抓捕犯人 他们一行几人换好变装 今天他们要抓的是 最近盗窃宝石商店的犯人 所以他们来到了犯人 可能停留的地方潜伏 见江夏一点严肃 领头的女警察道 江警察 放松点 你这样做事的话 这份工作做不了多久的 说着 女警察又继续道 也是 你应该不会在这里待太久 毕竟听说你搭上了次长的船 应该很快就会进入总厅 听着这话 江夏不由地想起了昨天厅长的话 厅长交给了他一份文件 里面是过去几年 H所警察们的可疑之处 意思是让江夏潜伏在他们周围暗暗调查 就在女警察盯着他说 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 不要忘了拉他一把石 犯人出现 看着他们走进一道门后 他们立马采取了行动 很快他们追到了一个角落里 跑向了墙上那个洞 然后钻了过去 见此 江夏立马跑上前抓住他脚 连带着他身体也钻了过去 见抓住人后 江夏这才顿觉这个姿势不舒服 他动了动 这才发现胸口卡住了 于是他大喊着同事快来帮忙 黑皮立马翻墙过去抓住犯人 江夏这才收回红肚的手松了口气 无奈 江夏只好让同事们将犯人先压回去 而黑皮在临走前 却神情复杂地回头看了看江夏 半个小时后 江夏还在用力地挣扎着 然而依旧没用 幸好他今天穿了两件衣服 不然敏感部位肯定都受伤了 正在这时 女警察带着人回来 江警察 打个招呼吧 这个是陶警察 江夏原以为陶警察是来帮他的 没成想等女警察走后 他竟然捂住他的嘴 然后对他下手 抓犯人被卡墙上 结果后有大辣椒 前有小黑皮 就在江夏尝试着用各种办法出去时 女警察带着帮手 一番介绍后 他便离开了 陶警察先是左右看了看 然后这才看着眼睛的场景坏下 江警察 还好吧 看不着的江夏只好抱歉地说着 前辈 不好意思 只能这样和你打招呼 陶警察连忙安慰他没事 毕竟都是同事 不用客气 就在江夏觉得真亲切时 陶警察却浮上了他的腰 江警察的脸 好像比照片上的更帅 江夏瞬间一个机灵 而陶警察却还在摸着 这身材比我想得要好 是我的理想性 那这个要走出来 江夏却皱着眉红了脸 因为陶警察在摸他的屁股 不能这样 这样下去要起反应 结果下一年 陶警察却一个用力 然后赶紧握住他的腿 陶警察低头笑着 这样好像不管用了 反而夹得更紧 放松 我抓着里面的衣服再试一次 随着陶警察的一转 江夏被勒得不停喘着气 剑还是没用 陶警察嘴角的笑意更浓了 怎么办 因为你这个强壮的身体 才没办法放松 江警察 要我帮你吗 他一边说着 一边把手往下伸 于是没一会儿 角落里就传出了 不肯描述的声音 陶警察一边运动 一边流着汗暴 江警察 不要动 我再帮你 随着他的动作越来越大 江夏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在陶警察的提醒下 他这才死死捂住 正在这时 不过瘾的陶警察将外套摆过了 听到衣服落地声音的江夏这台反应过 他还不知道这位警官的长相呢 就在他们正起近时 不远处响起了小故声 江警官 江夏瞬间被吓了一跳 见识趣而复反的小黑皮 江夏好一个尴尬 结果小黑皮却没发现状物 而是快不跑不去 别怕 我来救你了 江夏被吓得赶紧白水 不用 我没事 你不要靠近 小黑皮哪听得进去 结果墙后的陶警察也听到了动静 他非但没有紧张 反而快笑着抢了抢嘴角 下一秒 江夏就一个大叫出声 把刚靠近的小黑皮都给吓了一跳 江夏连忙捂着嘴说没事 小黑皮这才问道 不是说陶警官也来了吗 他是在墙后吗 眼见小黑皮要去墙后看 江夏赶紧找借口阻止了他 无奈 小黑皮只能抓着他手拉扯 结果看着眼睛的江夏 他却越来越冷红 就在小黑皮想把江夏给拉出来时 他却越看江夏越冷红 于是他赶紧将江夏给封开 其料身后的陶警察却给了江夏忙了一会 于是江夏一把抱住了小黑皮 这顿时让拯救心绪不宁的小黑皮更慌望 很快 江夏便无力地垂了下去 而小黑皮却扑通一下跌坐在地 他看着垂着头的江夏慌张解释 江警官 没事吧 我没有想这样的 说着 他突然起身往外跑 对 对不起 我马上找人过来帮忙 而经过一场拔萝卜后 江夏的全身也彻底软了下来 于是便成功从墙洞里扒了下去 一屁股坐地上后 江夏还有些没反应过来 陶警官倒 你看 放松就出来了嘛 江夏痛痛的张脸 原来这就是刚才和他拔萝卜的陶警官 陶警官将他从地上拉起来倒 自己可以回去 要我陪你吗 江夏忙说不用 于是陶警官便转身准备跑 谁料这时他跑带着去掉落出一些东西 这下两人都愣住 陶警官立马回头看着江夏的 哈哈哈哈 你看我真是太马虎了 掉得到处都是 说着就准备弯腰将东西捡起 而正在疑惑陶警官 为什么要随身携带 那么多贵重物品的江夏 这时才猛地想起 他就说为什么觉得陶警官这么面熟 原来在听次长给他的那份文件 陶警官的资料也带 而且那个宝石 是今天抓的犯人偷走的其中一本 可现在陶警官却拿着这起 宝石 想着 江夏立马上前将陶警官给制服陶警官 我现在以四旁赃物的罪名带步 医院 江夏正在接受布施给他的胸膛上 部长不疼地夸解他做得好 就在大家聊的正观时 部长突然发现老妖 也就是小飞屁不在 原来他此时正躲在门外 因为不好意思见江夏 所以不敢进去 在抓获陶警官的两周后 部长邀请大家一起泡温泉 泡到一半的江夏先同水一起 结果刚从温泉里出来 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这也是他不喜欢来泡温泉的原因 正在这时 有人叫住了他 原来是重案组的宋警官 江夏立马乖巧地打着招 宋警官却盯着江夏的身体入不转机 突然他伸手揽住他腰道 这里的肌肉可不好练 你的身材真是与生俱来啊 江夏先是脸色一红 接着就浑身一哆嗦 原来是宋警官在挠他的眼睛 没一会儿 宋警官邀请江夏一起去吃饭 见江夏犹豫不绝 宋警官便笑了笑 不对 你今天应该累了 下次吧 于是江夏连忙答应下次再联系 宋警官便带着坏心思离开了 很快 都洗完了的大家 这才发现小黑皮又不在了 江夏这才猛地响起 今天追踪犯人的时候 小黑皮的脑袋撞到了墙上 难道是出了什么问题 想着 江夏立马把情况告诉了部长 部长当即就让江夏赶去他家看看 很快 江夏便来到了他家楼下 而小黑皮此时刚洗完澡 明明刚从桑拿房洗完澡回来 但他也没办法 因为他一见到江警官就会心跳加速 身体也孵出麻麻的 还忍不住胡思乱醒 就在他想着该怎么办时 文灵突然想 他调整好心情看命一看 瞬间被吓了一看 怎么会是江警官 江夏联邦解释 他是来看他刚才被撞的地方 有没有事 见小黑皮没事 江夏便想要离开 而小黑皮这时候却犹豫了 眼见江夏要离开了 小黑皮联邦叫住了他 要不要 进来坐坐再走 于是没一会儿 两人便进屋坐下喝着咖啡 在一番聊天后 江夏这才想起 原来小黑皮是之前在楼梯碰到的那一个 眼见时间越来越晚了 江夏便起身到此 结果等江夏离开很久后 小黑皮却迟迟没有回过神来 当江夏哼着歌从楼里出来时 却看到了宋警官 并且还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 他当即决定跟上去看看 然而最后他又让自己陷入了 单大的不可描述场景 立功的机会又来了 不过在立功前得先承受磨难 当江夏从小黑皮家出来时 却看见了鬼鬼祟祟的宋警官 于是他决定跟上去看看 没一会儿 宋警官就走进了一家恋歌亭 他熟练地拿出钥匙拍子 等江夏走进后 才发现这里居然没有牌子 难道这里是那个传说中的秘密俱乐部 宋警官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 就在他疑惑时 突然听到宋警官的声音传了错 不可以那样处理 我现在把账簿拿出来 对账拿了 一听这 江夏瞬间就明白了通话内容 原来运营这家俱乐部的人就是宋警官 这么一想 那个文件上也有宋警官的信息 如此说来 宋警官也不是个干净的人 所以当即决定还是先申请支援 结果刚拿出手机就冰咚一声 是有短信 这瞬间下的江夏就是一个机灵 而这短信声音也引起了宋警官的注意 江夏犹豫在三后 还是决定先现场带着他 结果慌慌张张一通摸索后 这才发现没有带手铐来 正在这时 身后有人叫他 回头一看 正是宋警官 宋警官看到他显然很惊喜 亲爱的 是跟着我过来的吗 江夏慌张起身想要解释 我们得一起回缩离 宋警官一听当集装出一副 很受伤的样子 解释自己并不是这里的负责人 他也是被利用牵扯进来 希望江夏给他的机会 他会帮忙提供警报 把有关的人全部报出来 江夏不解道 这里的规模看上去 不像是大到可以好几个人奔门 宋警官另拿到 我可以给你拍证明 所以你听我说 于是江夏便跟着他 往所谓的办公室走 然而那个办公室 却普通的不能再普通 一点也不像 做这种生意的风格 宋警官随手拿起个账本给江夏 就在他看得认真时 殊不知宋警官正在危险靠近 随着滋滋几下 江夏便扑通倒地 等他再次醒来时 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就在江夏认真 看着宋警官递来的账本时 宋警官却拿着电棒 在悄悄靠近 随着滋滋几声 江夏便扑通倒地不起 等再次醒来时 自己已经被五花大绑紧 他还有些顾名所谓 这是什么情况 全身好像都被捧着 这是一阵脚步声响起 只见宋警官光着上身 穿着皮裤 手里还拿着个项圈 他凑近江夏 江夏问他想干什么 宋警官却兴奋地道 当然是想堵住你的嘴 你知不知道你的身材 是我教育的这么多人里最好 江夏一脸的鱼 教育 什么教育 这里到了 结果爸还没说话 嘴就被宋警官给堵住了 宋警官激动道 太适合你 亲爱的 我真的好期待 我会一点一点地慢慢驯化你了 稍等一下 我今天一定要看到你的结束 一阵拔萝卜后 宋警官已经折腾了筋疲力尽 江夏瞅见机会来了 他便捡起一旁的手 一个用力 宋警官便这样晕死了过去 看着面前倒地不起的宋警官 江夏还凑上去再三 确定是不是真晕过去 接着他这才解下身上的手 然后捡起一旁的衣物穿了起 不明白自己为什么 总是处于这种情况之中 他一直觉得事情多 只是运气好 但重复几次后 自己也觉得好混乱 忽然他觉得好头可 他便蹲下去拿起一旁的 放拳水 结果却瞧见了不远处的某物 他瞬间修红了脸 还不自觉地咽了咽头水 最后他还是没忍住拿了起来 在一阵心跳不后便自用起来 就在江夏又一次立功 检举了宋警官后 警察所长势力 所长正发着脾气 我就说 为什么要把那种炸弹 一样的家伙安插到这 宋刑警的那个变态 俱乐部招待的那么好 以后要去哪里找那种地方 哼 不能这样坐以待地 接着他拿起江夏的资料 咬牙切齿道 打算当英雄是吗 那可不行 没过几年 江夏就被短视 分配到某大楼做安保 组长满脸愁容道 组长突然下达了指示 想问问他也不见我 原本还想继续干点大事 其他人连忙安慰着 这只是去心夫几天 又不是什么惩罚 很快就回来 组长还是心里不输 本事立了功 居然还被派去做大楼安保 这是女警察的 是传闻里的一大厦吗 原来最近一个月 那里的警卫 还有接到报警出动的警察 都被吓得逃跑 而且好多租户也接二连三的班 众人连忙问着江夏怕不怕 江夏尴尬地挠了挠头说不怕 这时 小黑皮害羞地对着江夏导 那个 要我一起去吗 结果组长率先不同意地捏着他脸 你说什么 我们组的是就不是事吗 这也搞得江夏 瞬间坐立不安的表示不用 他自己一个人可以 很快 吃完饭后 同事递了一瓶酒给江夏 当他待会儿职业班的时候 喝下状态 这是旁边的女警察 看着江夏导 上班喝酒的后果 需要人承担你知道吗 而同事却表示这样 酒醉不了人 只是润润嗓子的程度 无奈 江夏只好守下 很快 江夏便一人来到大厦巡查 他打着手电独自走在困惯的路道 结果手电却突然一闪一闪起来 他拿起拍了拍 好在又亮了走 正在这时电话响了起来 他从兜里摸出手机 结果酒却跟着吊了出 他连忙倒地去去接 还好没有碎 再看电话 原来是族长打来路的情况 挂断电话后 他这才发现手机快没电了 于是他决定先去警卫室充电 正在这时 他却听到不远处传来动静 就在江夏准备去警卫室充电时 不远处却传来了声响 他当即决定先去查看 很快便来到了一间空旷的仓库 他大吼一声 谁在那 结果刚吼完电筒就没电了 灯的开关也不用 就在他想着怎么办时 不远处又响起了脚步声 他立马把枪拿了出来 接着又响起 族长说的有鬼传闻 他皱着眉头在心里安慰 自己这个世界没有鬼 于是又撞着胆子往前走 结果却踩到了双筷 他被吓得一击零 恰巧这时又响起了脚步声 他吓得大吼着 抬起枪就是砰的一声 随即他便跌坐在地上 大口喘不起 只见面前的墙上 写着出去两字 正在这时 一道声音传了出来 想活下去的话 就应该像其他人一样逃跑 江夏浑身一等 是鬼吗 想着 他立马大声道 我是警察 要是有冤屈 我可以帮忙你解决 谁料那人却道 那把你的身体交出来 江下一击 我可以帮你 但没办法把身体给你 那个声音质疑的 我凭什么相信一个 工作中途喝酒的警察 这可不是揣着威士忌的人 应该说的话 江下一愣 随即拿出来解释 这是别人给我的 还没有打开过 请相信我 那人却坏笑了 那就脱了吧 把衣服脱了 因为我要通过你身上的痕迹 来确认你是过着什么样 生活的人 见江夏愣着没反应 那人继续道 怎么不愿意吗 不是说要帮我吗 于是江夏跌 把枪放下 然后拉开衣服拉链 没一会儿 他便坦诚相待地站在了那里 接着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 往前走点 对 就是那里 站在光亮的地方让我看仔细 那接下来 就自我安慰 一听这话 江夏显然傻 问他什么意思 那人道 我说让你自我安慰 还不快点 江夏不满道 我是想帮你接触 对这一世的留恋 但这种玩笑 话还没说完 就被那人打断了 我的留恋就是这个 我就是自我安慰到一半死 没能结束 所以你替我自我安慰 看到你结束的样子 就可以生天了 做不到就把你的身体给我 或者滚出我的礼物 江夏被这怒吼 给吓得一激励 随即立马答应着能做到 他转头看了看四周 然后这才羞红着脸 伸出手开始运动 单纯的江夏又被改毒 忽悠给脱光了衣服 还被要求现场自我安慰 无奈 江夏只好跟着赵总 就在他正投入时 不远处看得入神的男子 却忍不住叫出了声 江夏顿时被打断地 赶过头像声音传来出看去 男子自己也被吓得 赶紧捂住了嘴 江夏这时起了一心 刚才那个声音是人吗 想着 他大声问他 你在那边吗 男子顿时懊恼起来 不久前在地下室 发现了隐藏的金库 本想一个人独吞 不成像空了几天的地方 偏偏惊天来的人 而且还是警察 见没有回应 江夏又喊了一声 还是没有回应后 江夏便拿起衣服穿上 准备去查看 这时男子却慌了 不行 不能让他去那边 正在这时 江夏踢到了桌腿上 随着嘎吱一声 一块步就落了下 映入江夏眼帘的 是一抹平光 眼见目标要暴露 男子赶紧大口道 你在干什么 没听到我说话吗 江夏这才回头 我还以为你走了 男子却道 你看不到我吗 我一直在你面前 江夏被说得心里发毛 看不到 我刚才也完全听不到你说话 于是男子继续忽悠着 那你把威士忌喝了 这样没准就能看到我 江夏立马拒绝 毕竟他还在上班 不能违反纪律 见没用 男子又开始打赶金牌 我还有其他用 其实我死得很冤 还请你帮我抓住 杀害了我的伴 帮帮我 拜托了 只要你喝了奶 威士忌就能见到我 于是心软单纯的江夏 便信以为真的拿出威士忌 然后一口气喝了一大半 而男子却绕到他身后 拿起一把影子 就在他要砸下去时 有所感应的江夏立马伸手挡住 谁料男子根本不是 强壮江夏的对手 直到此刻 江夏这才意识到 自己是被骗了 于是他没在手下留情 几下就把男子给制服住了 这是男子举着不远处的红光道 你没看到那个红光吗 我怎么可能一个人来这里 你觉得我会肚子假装成鬼等在这里吗 一边说着 男子一边摸出个遥控器 随着低的一声 那边便传来了一阵阵笑声 而江夏因为慢慢涌上来了 醉意竟然没有怀疑 于是男子趁着他醉酒继续忽悠道 所以要是脑袋不想开花的话 便放开了 江夏便乖乖松开了手 看着江夏神志不清的样 男子心里产生了个邪恶的想法 就在歹徒看着醉得迷迷糊糊的江夏时 他顿时在心中产生了个邪恶的想法 只见他咽了咽口水 然后站起身来到了江夏面前 我是和平主义者 但我那边那个朋友有点脾气 如果让他看到他喜欢的东西 他心情可能会好一点 江夏当即抬起头晕糊糊的问话 什么喜欢的东西 男人一脸的坏下 我那个朋友有偷窥皮 喜欢看一些刺激的 说着 男子就用力地一把搂住江夏脖子往前 看着江夏那红透的脸 男子直接掏出了自己的大辣椒 试试看 我那朋友要是满意你的表演 没准就放过你了 因为拿枪对准你的是我朋友 于是男子便将大辣椒直接喂给了江夏 一番操作后 江夏疲惫地倒在了地上 他大口喘着气地看着男子 现在可以了吧 谁料男子一脸兴奋的意犹未尽到 谁知道呢 好像没有不满意 但似乎也没有看满足 因为他想要更刺激 于是他转身捡起地上的嘴 然后捏住江夏的下巴 接着把酒瓶灌进他嘴里 随着一阵咕噜咕噜 江夏彻底彻底对倒在地 男子却转过他身体 然后用手捂住他走 经过一阵拔萝卜后 江夏这才亮亮呛呛地爬起时 看着眼前的处去二子 他瞬间清醒不识 然后他懊恼地一把捂住 怎么又变成了这副局面 随即他又朝着那人的方向走去 边走边询问他有没有事 等他 小心翼翼地来到镜前 江夏这才发现这里居然有个惊苦 他瞬间又甘大又无语 自己再怎么被传闻和酒气迷惑 不应该被这个欺骗 真是丢脸死 可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 得先把犯人置住 然后再把现场整理干净 没一会儿 江夏便把犯人也清理好 正在这时 外面却有人在叫他 就在江夏刚把歹徒给整理干净时 外面却传来了叫喊声 江夏赶紧跑出去查看 原来是一直担心他的小卑鄙 第二天 警察厅长室里传出阵阵笑声 哈哈哈哈 我就知道是这样 真是太蠢 为了报复我 竟然把江警长拉到那栋大墓里 结果却自掘了魂墓 原来之前的建筑主人 在临时建筑物内藏匿了围镜体 精化和枪支 甚至还有了贪污的险 而且为了避税 还借名满下了那栋大墓 这不就等于是自掘坟墓呢 想着 厅长心里有了个更刺激的想法 于是他拿出手机拨打电话 喂 是我 接下来听好 在本次事件的报道中 隐瞒江警长的信用 删除并控制到目前为止 传播的有关江警长的所有外部信息 于是两天后 当小黑皮高高兴兴地来上班 却被告知江警长辞职了 这顿时有种从天上落到地狱的感觉 毕竟那天晚上 江警长还答应说上班请他吃饭 当时他还高兴了好久 不仅是他 就连组长他们都心情低落 而江夏自从大厦事件之后 也完全被排除在警察重案组之外 不仅如此 干脆从在职名单上也消失了 那些没见过最后一面就失去同事的人 特别是小黑皮 他打了很多次电话给江夏都没有借通 当然江夏也不敢接 因为厅长说过 要他记住以后就没有江夏警长 所以只有尽快完成厅长下达的任务 还能向组员 解释不辞而别的原因 所以接下来就集中一任务 这次的任务目标是SB检的非警察官 为了不让小黑皮说出自己的身份 江夏竟然用这种方式堵住了他的嘴 这次江夏又接到了新任务 是隐藏自己的警察身份潜伏在张代表身边 然后搜查SB检非警察官的犯罪证 据厅长的门述 虽检官擅长表演 还有很多漏洞 但就是没有误证 所以这次江夏要担任张代表的警卫 然后趁张代表和非警察官进行立议会谈时 找机会获取他们犯罪的证据 一个月后 江夏成功成为了张代表的组卫 这一个月里 江夏是熟悉新业务的基础事件 但是张代表并没有带江夏进去领路 这也说明他对江夏的信任还不够 这天 张代表又出来见人 江夏为他端来了杯咖啡 随后便远远地坐在不远处等候 这是一个男人来了 看着他们礼貌问好一样 江夏信任道 从厅长那里收到的名单中并没有出现这张名 也是 毕竟在咖啡厅这么显眼的地方怎么可能来人 但是怎么能让张代表看着我 正想着 突然进来一个戴帽衣的男人 那可疑的模样瞬间引起了江夏的注意 江夏连忙回头看向他 正在这时 只见那人从包里摸出了一把刀 随后一场激动朝张代表进去 去死你这家伙 江夏一个心道不好 而张代表背下的普通一声坐到了地上 眼看那刀要刺到张代表 突然一个身影冲到了他面前倒出 紧闭双眼的张代表并没有感受到 刺痛 他睁开双眼偷瞄 这才看到是有人置住了歹徒 很快 张夏便将那歹徒给暗在了地上 等将那歹徒给送走后 张代表这才看向江夏 只见他手臂上被划了一刀 张代表当即把江夏给送到医院 等包扎好后 张代表这才认真看着江夏问他叫什么样子 然后又偷瞄着他身体趴着 没多久 张代表便准备起身份 还说让江夏好好休息 就当是给他休假了 将张代表给送到电梯口后 正在这时 小黑皮居然出现了 江夏瞬间心里一慌 小黑皮连忙喊道 江夏警 眼看自己身份要暴露了 江夏立马伸出水揉住他 然后便贴了上去 小黑皮瞬间一脸痛苦 江夏赶紧低声对他说让他别出水 为了不让小黑皮将自己的警察身份叫出来 江夏不顾一切地冲上去 直接堵住了他的腿 而刚进电梯的张代表却看傻了 直到电梯都快关上门了 他还久久没有回过程 随着叮咚一声电梯门关上 江夏知道 完蛋了 几天后 江夏康复来上班时 却仍旧迟迟不敢去见张代表 因为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解释那天的事 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那里见到小黑皮 事后他将小黑皮拉到楼梯里 然后哐当一下圈住他 小黑皮紧张地接吧 江 江警官 什么情况 江夏赶紧解释 抱歉 我也是一时着急才内 随后想起了厅长兵主的话 江夏一哟 那是我辞了警察工作后 好不容易找到的保镖工作 要是被老板知道我是全职警察的话 可能会把我炒鲁鱼 一听这话 小黑皮羞红着脸上 所以你为了风口就轻入 你知不知道我这段时间有多担心呢 江夏一边解释一边道的钱 而且直到今天 江夏却还总是会想起小黑皮的理 难道是因为没能遵守请他吃饭的约定 所以觉得不安心 但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要是张代表误会了独散 如果他恐惧的话 那自己目前为止的努力就都改变 最后江夏还是鼓起勇气敲响了张代表 得到同意进去后 江夏透瞄了一眼办公桌前的张代表 见张代表抬头看向自己 他赶紧弯腰倒 张 张 代表好 你回来了 回来了就好 那天感谢你做了我的命 江夏一听这话更心血 多 多亏您的担心 好多了 但是那天 结果话还没说完 张代表就打断到了 江组长真是厉害 让我另眼相看了 江夏连忙解释那都是误会 谁料张代表却更加曲解 什么误会 你叫了恋人过来 结果被我妨碍了 江夏更慌张了 不不不 我是恋人 那天真的只是偶然碰到的 因为脚踩空了才会那样 张代表更加感兴趣 原来是前男友啊 所以是打算复合吗 看着江夏那慌乱解释的样子 张代表忍不住笑了起来 不用那么紧张 因为没有想要对你的私生活指手画起来 那你 对那方面应该没有抗拒感 见江夏没听懂 他又继续道 我是说男人间那个 就在张代表问着江夏对男人间那个有没有抗拒时 江夏修红着脸一脸震惊 接着张代表又问道 江组长为什么会做保镖工作呢 江夏解释是因为爸爸身体不好 急需用钱 这样说的话 听起来像是个很容易被牵扯进非法事件的人 因为自己是个急需用钱的人 果然张代表听后沉思了起来 只听他道 我有一个可以赚钱的工作可以介绍给你 你感兴趣吗 江夏立马点头答应 可算是等到机会 原来就在前几天 张代表接到了崔检察官的电话 崔检察官竟然让他主办一个核心成员演会参加的聚会 不过也提出了个很苛刻的条件 那就是要找个对 身材好乖巧 能应付好几个人也不觉得累 有眼力见 口风景 有所求的人 而且不喜欢那种很爱玩的人 本以为是找不到这种人 没想到还真让他给找到 就算这样做很无耻和肮脏 但这次的接待可以为自己的事业插上翅膀 所以不能失败 本来还搞不懂为什么一定要找来 现在看到江组长好像有些理解 不过这样下去江组长真的有可能被其中一名客人抢走 比起遗憾错过一个优秀的保镖 更多的是 但没办法 既然要被抢走 那就只能最大限度地创造有力的条件 聚会如约而至 非检察官不停夸奖的张代表做得好 其实我原本不够期待 但张代表的运气很好 而且还懂得把握机会 正好我们经常去的地方被端掉 不过张代表也是因此才可以登上我们的船 一阵畅谈后 他们举杯痛 但今天的主要目标是国内第一大企业会成功 真不敢相信 红外表上看人模狗样的 他们竟然愿意接受那种招待 就在这时 张代表对着众人道 接下来该上煮菜了 希望各位能吃饱喝足 这次的菜非常壮观 随着哐的一声 众人都纷纷看过去 只见一辆推车嘎吱嘎吱推了进来 而推车上躺着的正是江夏 当江夏被当做菜推出来时 反正我是惊呆了 其他人更是兴奋加激动 而张代表则笑着对众人道 这些都是印记合鱼 请享用 这是我的诚意 说完众人就忍不住凑了上去敢看起来 张代表真是的 太有品味了 哈哈哈哈 非常新鲜啊 是从哪抓回来的 众人就拿着筷子纷纷夹起了鱼肉 江夏却绷着神经冷汗直流 当时张代表将任务单子交给他 问他做不做事 江夏却拿着单子皱起了眉头 只见单子上去 主菜服务工作 意思是这样就可以直接进入大厅了不是吗 比起当保镖站在门外 这可是更近距离听他们说话的机会 于是江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 本来他以为的主菜任务就是 普通说的那种商财 结果没想到却是把自己当主菜的任务 而张代表的只是事项引三 第一就这样了 所以现在即使江夏已经难受得要死 他也紧闭双眼咬牙坚持着 随着他们一块一块地加 江夏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这比他想的还刺激多了 他钻起前头安慰自己 忍住 这种程度的戏弄不是早就做好责物了吗 可千万不能搞达了 要是被赶走就半途而废了 正想着 张代表突然道 听说带有体温的生鱼片会在嘴里融化 怎么样 还合胃口吗 非常合胃口 真是学道了 那请慢用 这可是难得找到 所以没有开过路 这样更干净 看起来吃起来都很不错 接着一个男人偷瞄着坏笑道 糟糕 到底是多敏感了 都滑下去 而站在一旁的张代表更满意 很生动 不错 越来越喜欢 随着江夏的一声低呼 他忍不住抓紧了脚趾头 不行 再这样刺激下去的话 他就 而众人却更加兴奋激动道 感觉可以开路 就在江夏极力忍耐众医员们加菜时 其中一人道 感觉可以开路 而这时江夏也忍不住 医员们则更加激动 他们看向张代表 别自脏了 张代表 麻烦他干净 张代表立马打了个 想指示意服务员过来 服务员们便拿着PAD开始擦拭 袋擦干净后 张代表会笑道 甜点也很美味 接下来请大家慢慢享用吧 待众人都享用完后 可算是轮到张代表 本来张代表还担心自己能不能行 看来是起人忧天了 甜点很香 很软 连比自己小的还要美丽 一番享用后 张代表满意了 呼呼 真是不可思议 有这种身材的竟然只是普通人 我一直很想试试这样 但这段时间都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说着他又抬起江夏的下巴 逼声警告你 我警告你 还是按合约乖乖听话比较好 无奈 江夏又只好一次次两人坚持着 因为桌上那台平板电脑 一次随着张代表的秘密账目 无论如何他今天都要把平板电脑弄到手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 张代表都忍不住急待 难道是因为之前给他喝下去的药吗 所以比想了要坚持得久 很快 江夏就累得是筋疲力尽 就在他以为要结束了的时候 没成想又上来几个人 现在轮到五 接着又是一轮车轮战 不知过了多久 总算是结束了 会长的儿子显然很满一张代表准备的点心 就在他们都取 洗澡时 江夏赶紧支撑起身体 将桌上的平板电脑给偷走 而洗完澡出来的张代表 还在回味着刚刚的点心 没想到他竟然失去了理智 但是这次的事也因此成功结束 就在他高兴地返回刚刚大厅时 却见大厅里轰轰如影 江组长不见了 桌上的平板电脑也不见了 当张代表洗澡返回时 却发现自己的平板电脑不见了 不仅如此 就连江组长也不见了终于 他又慌又气地一拳砸在桌上 然后大声怒问着服务员 这里的平板去哪 最后还有谁留在这 当得知是江组长时 张代表犹如吃了个死 抗应般难受 而顺利得手的江夏早就跑路 后知后觉反应过来的张代表 大声喊叫着快把江组长找出来 直到这时候 张代表也依旧认为江夏 只是单纯为了前台的恐怖 所以没有想太多 但就算是因为被开了愤怒不已的时候 张代表的脑海里想着 依旧是江夏那令人垂涎的身材 所以张代表在心里暗暗发誓 等抓到江夏了 绝不会轻易放过他 一定要把他关起来狠狠虐待 但是隔天他的公司 就开始被扣押搜查了 当车后备箱里面的高尔扑球 和深处搜出和江夏一起消失的东西时 张代表知道 这下完了 目前为止他遭受了无数的背叛 但是这次的事情让他非常痛心 这也是他对一个越来密切接触的江夏 产生各种信任和欲望的代表 没过几天 江夏就举行了特别任用表张搬奖仪式 仪式完后 他忍不住摸着自己刺痛的膝盖 不仅是膝盖 他全身都在分头 就在那天聚会完后 他昏迷了三天 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恢复 但现在他最担心的却是那个平板电脑 因为在来这里之前听说平板电脑中 储存有录音文件 不知道张代表是从哪里开始录的 如果当时的事都录下来的平板 可真是令人头疼又尴尬 正在这时 组长他们过来 江夏正准备上前打招呼时 却听到之前的同事就嘲讽着江夏 说江夏在权力欲望面前六亲不认 所以当时他会不辞而别 还说他眼中怎么可能有他们这种路 就算组长不这么认为 但大家心里顿时都有些不舒服 眼看大家都要走了 江夏这台赶紧上前打着招呼 并对之前的不辞而别道歉 然后他们便约定之后一定要聚一次 必须得正视道理 就在离别时 江夏还是忍不住叫住了小飞皮 在江夏又一次立功后 他叫住了小飞皮 然后再次把他带到了楼梯口 他微弯着腰对小飞皮道 那天对不起 因为是伪装入侵 不配被发现 总之是我太猛状了 小飞皮并没有回答 而是想起了刚刚同事说的话 瞬间他便难过起来 是啊 他这种人对于江警长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吧 白期待 真是个傻子 想着 他便失落到 没事 这也正常 江夏却没有察觉他的情绪 那时候说得一起吃饭的事 那个是真的 我请客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小飞皮立马就拒绝道 没事 不用了 前辈也很好 要是没有其他话要说 那我就走了 就在江夏准备再次叫住他时 却听到楼梯下面传来了说话声 两人当即转身一看 就见是厅长和另一个男人 然而那个男人他们并不认识 按理说外人应该不能参加今天的聘论仪式 那会是谁呢 又听着他们的谈话内容 越听 江夏越觉得不对劲 厅长也许知道了录音本的内容 如果那天聚会上的事都被录音了 那就相当于厅长有了他的弱点 但他不想因为弱点被控制 从而卷入腐败之中 所以这就需要在任命仪式前 确认清楚厅长是否知道 但是现在离特选开始就只剩下20分钟 还来得及吗 见厅长他们走进了眼督厅 江夏便打定了主意 但一个人可能很 所以他把目光看向了小飞皮 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吗 只要小飞皮帮他 那他就是有可能 于是江夏便带着小飞皮悄悄跟了证据 江夏给小飞皮使了个眼色 收到指示的小飞皮便悄悄往另一头走 没一会儿 外面就传来了响动 正在谈话的厅长两人被打断 他们立马出去查看 而江夏便趁机溜进了眼波厅 并把广播案里给打开了 就在小飞皮和江夏设计引开厅长他们后 江夏把眼波厅的开关给打开了 等厅长他们再次返回 时却并没有发现一场 于是他们又继续弹起了他们做的肮脏事 如此同时外面的暴准播放在他们的谈话内容 最后他们的下场便是因为嘴巴被带不停 而通过这次事件 小黑皮也彻底改变了对江夏的看法 部长为了奖励他也给他放了铁银铛 可他却不肯开心 因为以后几乎没有再和江夏见面的机会 其实江夏前几天给他打开了电话 但他当时在西岛并没有接到 沮丧的他决定背上行李出去狗狗 于是他坐船来到了一个小岛 就在他帮一位大叔班行李时却看到了个熟悉的身影 那不是江夏天辈吗 想着 他不顾一切地朝江夏跑去 然而跟着来到一条很差路时却跟丢 沈恩是带他来了这个岛上 并在这里度过了很美好的时光 也多亏了那些美好的回忆 他才能迈出当警察的第一步 他又跟着回忆独自来到了一个关键 然后回想着这两年当警察的日子 虽然他带国伴人士有一些奇怪的突发事件 但都是无法带回的情况 所以自己问心也对 就在他想着入神时 小黑皮也就放过来 他方向上站在里面 爬觉身后有小空的江夏 回头一看就惊呆了 他怎么在这里 而小黑皮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上台打招 还是只是意外的事 但是看到之后就无法离开视线 江夏的脸的身体 政治的眼神和积极善良性 工作中的灵光一闪和复格利亚 他都不知道应该怎么缓解自己的致命 但是这样见到以后 他一下就知道 他喜欢江夏前 这次见到江夏后 小黑皮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心 而江夏突然见到小黑皮 确实又惊又喜 小黑皮却说自己是因为假期来钓鱼的 江夏说自己也是因为假期不知道去哪 所以来吹吹风 就在小黑皮犹犹豫豫豫时 江夏忽然道 那个 要是没有什么安排的话一起去吃饭吧 一听这话 小黑皮正中下怀的连忙答应 于是他们便高兴地下了山 小黑皮带着江夏来到了他叔叔朋友开的烤肉店 在愉快地用完摊后 夜色已经很晚了 江夏说一边走一边问小黑皮住哪 要先送他回去 见他没回答 江夏又指着不远处的汽车旅馆说他预约了那 这是小黑皮立马决定的用手一指 正好 我也打算住那里 于是当两人来到前台时 却被告知没有房间了 因为是忘记 所以需要提前预约 就在小黑皮觉得完蛋了时 阿姨却道 去其他地方也是一样 两个人既然是朋友 那今天就一起睡一天吧 我不会收你额外的钱 结果小黑皮却慌张地连忙摆手想解释 江夏却没多想地直接道 那好 你就睡在我的房间里吧 最后小黑皮还是没能拒绝 听着江夏在卫生间的洗澡动静 小黑皮是坐立男安 当江夏出来见他时 他却被吓了一条 江夏说他喜欢了 让他快去洗 小黑皮瞬间满脸疯红 然后便急匆匆地往卫生间走去 等关上门后 他这才捂住自己的嘴 疯了疯了 要疯了 而外面的江夏却对着镜子疑惑地挠着头发 怎么想都觉得神奇 虽然说有亲戚在这儿 但竟然和他同一时期来同一个地方休假 而且说是来钓鱼 结果却没拿任何预据 还有他为什么会走到那个山坡上 难道是跟着他来的 正在这时 洗完澡的小黑皮出来 就在江夏质疑小黑皮是不是故意跟着自己时 小黑皮正好洗完澡从卫生间里出来 看着小黑皮坐在自己身旁吹着头发 江夏忍不住转头偷瞄他 这段时间一直没见面 所以都不知道吴巡景的身材这么好 体力也很好 因为晒黑的皮肤看起来健康的强壮 正在这时 察觉到目光的小黑皮羞红着脸问道 为什么那样看着我 江夏愣了一下 然后这才道 我们继续喝嘛 于是两人又买了些夜宵和酒继续喝的 然而江夏还在担心着下午听到的强声会不会出问题 小黑皮却安慰着他应该没事 还提醒他不要礼忘了他们可是来休假的 江夏尴尬地笑笑 然后这才看向小黑皮问出了心里的疑问 吴巡景 你本来就有钓鱼的爱好吗 小黑皮被问得心里一慌 要怎么说是因为前辈感到心乱如麻才来的 想着 他解释道 就只是来放松心情 顺便帮叔叔做事 钓鱼打算想钓的时候去钓 江夏则说他是因为烦闷才来的 就在他们的谈笑间 两人的关系不知不觉中又拉近了不少 正在这时 江夏不小心把啤酒给撒到了自己衣服上 小黑皮赶紧站起 没事吧 你高兴没有带多余的衣服 在小黑皮心脏扑通扑通跳的不同时 江夏却不受控制地贴了上去 接着就有了两个 第一次亲密接触 小黑皮也没有了顾虑 他抬手握住江夏的肩膀 然后转被动为主动 江夏趁着酒气居然亲了小黑皮 而本就喜欢江夏的小黑皮 这次也不再特制化被动为主动 哎呀 不管了 他看着江夏一脸认真道 我喜欢你 我真的喜欢 江夏被这告白给下马 不过顺便他又想起之前经历的那些事 他异常纠结地咬住嘴唇 不能连乌警官都这样 他知道因为这段时间的事情 而怀疑小黑皮的真心是错误的 但不知是不是因为酒精 有种被背叛的感觉 但这不是乌警官的错 见江夏的表情 小黑皮也清醒了不少 他立马低头道着钱 对不起 我还是出去吹吹风比较好 然后啪的一声 小黑皮便孤身一人出了门 本来就只是想安慰他而已 结果抑制不住感情而搞砸了一切 他忍不住哽咽起 然后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往外走 屋内的江夏看着离去的小黑皮 叹了口气 江夏追出来后给小黑皮打电话 结果他的手机却落在了浴室 不可以让他一个人就那样走 他转头看向一旁的路牌指示 是前往今天那个观景台的路 而另一边的社区便利店 小黑皮买了瓶酥醉缓解剂 一口喝完后 他坐在路边忍不住抽气起来 结果看着路上的行人却惊呆了 怎么回事 是他喝醉了 为什么所有人看起来都像是前辈 心情低落的他决定 站起来走一走 正在这时 他却瞧见一抹熟悉的声音 是江夏前辈 心态来观景台找小黑皮的江夏 却没想到目击到了这样的场地 江夏本是想去山上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找到小黑皮 结果却意外撞见这样一幕 就在他准备摸出手机请求支援时 跟上来的小黑皮却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江夏惊讶地问他怎么在这 小黑皮解释是跟着他来的 了解清楚后江夏严肃的 具体情况之后再说 现在的请求援助 话音刚落 就见不远处传来一声声惨叫 地上那人双手合十的跪地求饶着 不是那样的 金市长 拜托饶命 正常物要是知道你 是吗 正常物能听到被埋山里的人说的话吗 就在几人争执的时候 突然咔嚓一声 只见那人竟然掏出了一把枪 然后他把枪抵在跪着那人的额头上 这一幕看得小黑皮和江夏两人都是心理欲击 看来是黑道分子之间发生了权力之争 江夏刚想有所动作 小黑皮赶紧抬手拉住了他 你要干嘛 我来引来他们 如果知道有目击者就不会轻易杀了他 小黑皮却急了 可他们有枪 我来吧 我来引开他们 你去找支援来 江夏还要说什么 小黑皮却打断他 还记得上次广播的时候 我很擅长这个的 说着他就拿起一个瓶子 然后用力一水 那瓶子正中拿枪那人 他的手也随之一滑 枪便落在了地上这瞬间引起了骚动 小黑皮则从草丛里站起来吸引他们的注意 他挑衅地冲着几人吐了吐舌头 然后便往反方向跑 见人都去追醒 黑皮了 江夏这才上前去拨打救人电话 就在他报位置的时候 地上那人却紧盯着一旁的枪 很快小黑皮便把人甩掉了 就在江夏高兴地说 他已经联系过救援队 小黑皮却看着江夏身后惊的大喊 上集说到江夏上山去找小黑皮 结果却意外撞见这样一幕 于是和跟上来的小黑皮 决定一个上去引开人 一个前去营救人 然而就在江夏准备打电话找支援时 地上那人却不怀好意地盯着地上那枪 很快小黑皮就回 就在江夏说他已经联系过警察局时 小黑皮瞬间一个大惊 只见刚刚还在地上躺着的人 此时已经拿起那把枪对准了江夏 他威胁着小黑皮道 我别靠近 不然我开枪了 小黑皮瞬间吓得站在了原地 男人以为江夏两人是他上头派来灭他口的 小黑皮赶紧解释 我们是警察 是来救你 你别激动 我的口袋里面还有警察身份证 男人却激动地挥动着枪让他闭嘴 然而小黑皮却抓准时机某地冲上去 接着砰砰两声 江夏吓得大喊一声 幸好小黑皮眼截手快地先抓住了枪 然后没给男人反应的机会一把抓住他 接着一个手刀下去 男人便彻底晕了过去 这时小黑皮却突然哽咽起来 他一把抓住江夏的肩膀后怕的 我还以为你要出事 真的太好了 呜呜 江夏也心有余悸地将他揽进怀里安慰 就在两人间的氛围蓬蓬上升时 支援队却突然赶死了 江夏赶紧放开小黑皮朝他们打招 等犯人都被逮捕后 两人便又回到了旅馆 洗完澡的江夏看着小黑皮感激道 刚才真的谢谢你救我 你差点就有生命危险了 小黑皮却害羞地低下头 只要是为了江刑警 我什么都不怕 不过刚才真的很道歉 是我太情绪化了 不过我对江刑警的心是真的 希望你们明白 忘记刚才的事吧 对不起 就在小黑皮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算了事 江夏却叫着他的名字 韩姐啊 我没办法忘记 于是两人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月晚 上集说到江夏和小黑皮 在山上抓获了一群犯罪分子 两人也因为这事拉近了关系 黑皮便和江夏一起分配到了视听广义调查队 韩警长果然很杰出 哎呦 现在这个玩笑也没意思 韩警长做得很杰出 谁会说什么 再一句句不知是夸奖 还是嘲讽中 现场的气氛有些阴沉沉的 只见江夏抬起两人被烤住的手也刚大起来 随即他偷瞄着一旁的小黑皮 自从经历上次那件事后 他就就成了我最信任的 所以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对警察工作有热情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因为这 小黑皮也很认真在工作 所以这不 组长让两人试一下新型手铐好不好用 结果就在组长拿一杯咖啡的功夫 小黑皮就把钥匙弄断了 虽是如此 但组长却笑呵呵地拍着小黑皮肩膀 没关系 多亏了无行警 这下我知道了新型手铐的缺点 钥匙太不接舍 而小黑皮却担心另一个问题 听说这个钥匙跟普通的不一样 还有别的吗 结果组长说这个是测试的 并没有多余的钥匙 已经重新申请了 让人用快递寄过来 哎呦 别摆出那么严肃的表情嘛 好了 工作工作 这下小黑皮可郁闷 在等待快递的时候 小黑皮无奈地对江夏道着歉 江夏安慰他只是小事而已 要是马上就会到 正好今天也没有 比较忙的工作 稍微等等看 可没过多久 江夏却有些坐不住 他不停地在座位上蠕动起来 小黑皮疑惑问道 怎么了 是哪里不舒服吗 江夏只能尴尬解释 不是 其实刚才是准备去厕所的 结果中途被你抓住了 所以 明白过来的小黑皮让他去吧 可随后他又脸色一变 无奈 江夏只能开口让小黑皮跟他一起 因为他实在憋不住了 于是两人在大家的调侃下 往厕所走去 走到厕所门口时 小黑皮已经窘迫极了 随着只嘎的开门声 厕所里空无一人 江夏心里庆幸起来 幸好没人 突然被人看见两个大男人一起上厕所 多少有些难堪 正在这时 小黑皮抬手一指 进去那里面嘛 于是两人便一起进入了狭小的阁间 小黑皮因为工作太认真 导致掩饰心形手铐时将钥匙给弄断了 所以现在只能和江夏牢牢扣在一起 偏偏这时候江夏尿急要去上厕所 无奈 小黑子只好跟着一起去 他们选了一间无人的小阁间进去 奈何里面空间太小 两人不得不紧贴在一起 本就喜欢江夏的小黑皮脸色迅速红了起来 不只是他 江夏也有些吃力起来 因为他不想让小黑皮看到他这样 虽然那晚在酒店什么都看过 终于 他还是憋不住 随着哗啦啦的声音 江夏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对不起 很不自在 江夏肝大地转头小环节下气氛 结果小黑皮像是憋了很久那般抱住他 我怎么会因为前辈觉得不自在 正在这时 外面传来哐当一声开门声 接着就是哒哒哒的脚呼声 两人都是一惊 江夏紧张地低声道 我们还是快点出去比较好 谁料小黑皮却皱着人 这个样子没办法出去 于是两人在里面无声地表演了一番 很快 玩似的他们正准备出去 然后迅速地在洗手台清洗了一番 正在这时 表示没事 没撞到头 组长却有些不满意气 哦哟 做得好做得好 所谓的刑警只是稍微被考了一下 就连身体都控制不了 行了 直接下班吧 那个手铐的钥匙之前测试用 所以做得很脆弱 但他说 钥匙只有那一把 短期内很难记过来 江夏无语了 所以要什么时候才能拿到 组长赶紧打着哈哈 什么呀 闭脸严肃 我会叫快递送到江警官家 你们先回去好好休息吧 明天白天会收到的 江夏却忍不住抬起手看了他 难道要这样度过一天